綠獵溪在中南部氾濫成災 屏東今年到十月 已經抓超過兩萬四千隻 族群還有朝市區擴展的情況 同樣被綠獵溪入侵的臺南 最近就傳出 捕捉預算用完 市府要求廠商沒有經過農業局同意 不得捕捉 引發明代質疑 綠獵溪旁若無人的逛大街 停紅燈的機車騎士 忍不住回頭看 民眾十七號上午 在屏東市民生路的長春橋上 募集到綠獵溪穿越馬路 朝萬年溪爬去 好幾隻綠獵溪在萬年溪 盼曬太陽被民眾比喻 宛如侏羅紀公園 雖然無奈也見怪不怪 屏東綠獵溪氾濫沉災 除了沿海 高平溪周邊 近年族群也往市區拓展 屏東縣府年年波預算捕捉 卻抓不勝抓 但不只屏東 臺南也遭綠獵溪打軍入侵 這麼簡單喔 老鼠籠內關著綠獵溪 臺南今年綠獵溪捕捉數量超過一萬隻 有一半來自仁德大甲裡 但最近網傳一份市府公文 提及捕捉預算已經用完 要求廠商跟執行人員 未經農業局許可禁止捕捉綠獵溪 引發民代籍民眾質疑 開放給民眾能夠去換錢 其實換錢也不是最終目的 只是一個誘因而已 發文的目的是在提醒 在移除的時候必須要均勢相關的規範 避免觸法 那市府農業局我們一定會配合中央的政策 農業局澄清發文指示提醒移除外來物種需遵循相關規定 但由於市府今年編列的兩百二十萬捕捉預算 九月中旬已經用完 市府也動用第二預備金再度辦理發包 強調會配合中央政策積極移除綠獵溪 記者溫正恆 陳煥與莫昭全屏東台南報導